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人们要尊祂的名为圣,他们必须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圣洁 天上的父是圣洁的,耶稣是圣洁的,圣灵就是圣洁的灵,祂是完美的神 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有一个圣洁的见证 毫无妥协的一个生活方式,单单为主而活,活出一种圣洁,一种伟生 一种这样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教会第一必须有的见证,就是必须有一个圣洁的见证 其二呢,教会必须具备的见证,就是教会必须有能力 如果人要知道天上的父是蛮有能力,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的儿子 那祂所建立的教会必须具备祂在地上的时候所具备的能力 教会必须充满神的能力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讲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方式 必须充满神超自然的能力 我们必须这样来做主的见证 因为神是有能力的神 如果教会没有能力,人们会以为我们的神是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要来拼命地寻求神的能力 然后其三呢,教会必须具备爱心的见证 教会必须具备爱心的见证 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 耶稣说人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 怎么样知道耶稣?因为你们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神就是爱 三位一体的神完美的爱 我们中间的传奇生活当中 我们必须活出一个无条件的爱 我们教会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充满爱心的一个大树林的家庭 我们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对得起我们主的名字 因为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 圣经说神就是爱 教会必须具备一个爱心的见证 所以我们来重新的恢复这三样 这三方面的见证 那个结果一定是 教会则兴旺起来 Amen 好,我们先来为自己恢复这三样做一个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来寻求这些 来得到这些 来活出这些 来做主的荣耀的见证 Amen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来恢复这个圣洁的见证 爱心的见证 与能力的见证 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地上做你的代表 真正的主耶稣活出你的生命 你的荣耀 你的同彩 来充满我们各位 Hallelujah 圣灵 我们欢迎你来更新我们新色意念 来让我们能够做世上的光 世上的眼 从耶稣地露到上的眼睛 Amen Amen 我们想中复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